哈囉你好 我是網路行銷策略站站長林偉 歡迎你收看今天的影片或廣播 OK那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 如何有效提升客戶對你的信任度這個主題 其實在前面我的一些影片或者是廣播 甚至是文章當中我一直有提到 網路行銷創業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客戶的信任度 那我之前寫過這篇文章錄過這個影片之後啊 就是有一些朋友來信詢問我 他們問我說自然客戶信任度很重要 那到底該如何才能有效的去提升 客戶對我的信任度呢 其實我在網路上也很少看到有網路行銷老師 談論這個主題 所以我決定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我提升客戶信任度的心得 那基本上我整理出來有效提升客戶信任度的流程 我認為有四遍 那第一點是想辦法讓客戶認識你 OK首先我認為提升客戶信任度最重要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讓客戶認識你 如果今天客戶根本不知道你是誰 我想你很難有效的去讓客戶信任你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誰 你對他來說只是個陌生人 OK所以我認為剛開始最關鍵的第一步就是 先讓你的客戶認識你 你可以透過你的網站 或者是你的部落格 寫下你的詳細的自我介紹 或者是你的工作相關的經驗 那當然這些資料我覺得越詳細越好 可以展現出你的專業度 OK然後你也可以在Email資料 給客戶的時候啊 就是順便 在下面附上你的自我介紹的連結 或者是你的網站的連結 那在我覺得在你跟客戶面對面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簡單的介紹一下你自己 介紹一下你的相關經驗 雖然說不用很長我覺得至少 你可能花個15秒20秒 甚至是一分鐘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特別是在網路行銷創業的這個領域當中啊 我認為如果你沒有先讓客戶 認識你 或者是認識你的公司 認識你的產品 我相信你的產品 成交率一定不高 也就是說你一定會賣得不太好 為什麼因為人們總是喜歡跟 自己信任的人去買東西 或者是相信自己信任的人 他們說的話 推薦的東西 OK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我認為 應該要持續提供有用的資訊 那為什麼要持續提供這些有用的資訊 因為有用的資訊可以幫助他們 那你可能會說什麼叫有用的資訊 我覺得這個有用的資訊應該是 首先是跟你的工作或你的事業領域相關的 而且如果 最重要是如果你可以總是第一個提供這些有用的資訊 給他們的話 你的客戶信任你的程度 就會提升的越快 那麼另外我所謂的有用資訊 是這個資訊真的是對你的目標客戶有價值 而不是說只是你單方面認為 這是有用的資訊 我覺得這是一種認知上的差異 而這種認知上的差異 往往就是你流失客戶的最大原因所在 其實這是很多從事業務生意 或者是在網路行銷上面 做一些 生意的朋友 他們常常沒有注意到的細節 那第三點呢 是讓自己成為 某個領域的專家 或者是權威 其實所謂的專家或權威啊 我認為 並不一定說你一定要出過書 或者是上過電視 才算專家或者是權威 這是很多人搞不清楚的地方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自己不是專家 只是個普通人 只是個一般人 但我認為 只要你在某一個領域 比一般人 比別人 了解的更多 更深入 一點點 我認為你都可以稱為是 那個領域的專家 特別是你自己所從事的一些行業啊 或者是你自己從事的領域 我認為你絕對都會比一般人 更了解這個行業的相關資訊 這樣子你就可以稱為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了 OK 那第四點是什麼 第四點就是滿足客戶的期待和需求 我認為當你做到了以上我剛剛講的這三點之後 你很有可能不用主動去找客戶 你的客戶他們就會有生意想找你合作 或者是有一些事業相關的問題想跟你請教 這時候就是最關鍵最關鍵的時候了 你要做的就是提供你專家的價值 展現出你的 權威性 滿足客戶的期待和需求 因為他們對你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了 但真正是否能夠讓你的客戶 他們完全信任你的關鍵 我認為就在這第四點 就是你要針對你的客戶的需求 他們的問題 然後去滿足他們 當你能夠在這關鍵的第四步 第四點當中 去達到你客戶他們的要求 或者是他們的期待的時候 未來我想你的客戶絕對會非常非常的信任你 而當你的客戶信任你之後 你要銷售任何的商品 任何的產品 或者是提供任何的服務給他們 我相信你的成交率絕對都會高出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今天談到這個提升客戶對你的信任度 這關鍵的四個步驟 我想無論你未來運用在實體生意當中 或者是網路行銷創業當中 絕對都會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效 特別是在網路行銷的領域當中 我一直強調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客戶的信任度 當你的目標客戶他們不信任你的時候 我認為你絕對很難在網路行銷當中 獲得成功 很難在銷售商品的時候賣得很好 OK 那今天就跟你分享 提升客戶 信任度的這個主題到這邊 我相信應該會對你有所幫助和啟發 我是網路行銷策略戰站長林偉 那我們下一則影片 或者是廣播再見囉 拜拜 拜拜